今天就要过完呢 大家关心这个过年这个剩菜很多呢 吃不完怎么办呢 很多家庭主妇现在恐怕很头痛吧 而今天中天新闻要教你简单的方法 把剩菜变成好料 到底想听如何 要联系给记者小湘宜 好主播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现在中午吃饭前 一定在烦恼说 哎呀今天要吃什么才好呢 因为这个在冰箱里面 累积一大堆剩菜生饭都还没有吃完 过年的时候这个很多料理 主主我们现在就很担心说 很多料理吃不完 所以可以变化一些新风味对不对 对没错找我就对了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拜拜所剩下的鸡肉呢 我们再次利用 像客家比较有名的红糟蒸鸡啊 现在我们就可以用红糟来蒸这个拜拜所剩的鸡 不如说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下 邱主厨要怎么样帮我们料理这道是红糟蒸鸡肉 赶快先把你这个拜拜家里中这个剩下的鸡肉 或者是说吃不完这个过年的大鱼大楼都把它拿出来 主厨现在要帮我们介绍就是说 这个蒸鸡肉要怎么做比较好 像这个鸡肉呢 这个是生的或者是拿熟的都没关系 生的熟的都没关系 然后这个红糟呢 你要用客家的或米南的或者是哪一锅都没关系 我们就加一点点的糖然后米酒把它调和均匀 不要放盐巴了就很简单因为再次制作的一些年菜料理呢 最好是越简单越健康越好不用再另外再额外再买一些东西 不用放味精的不对 对不要放味精因为红糟蒸鸡肉呢这道菜待会它会出水 所以说它会凝结在一起它的肉质会变得更软而且变更香 所以用这个拜拜蒸过的鸡肉或是已经是煮过的都OK 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这青葱呢就是把它切好切断很简单把它铺在这上面 没有我们这道菜呢 这么简单很简单 三分钟就好了 准备三分钟就可以了 准备三分钟 然后蒸呢可能会蒸 生的大概是要蒸20分钟 然后熟的大概是10分钟左右 因为我们现在要这个动作就是要把它放进蒸卤 对来 家里的呢我们可以放入电锅里面或是隔水加热 好那我们现在看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已经有先做好一个起来了 很香已经闻到那红糟的味道了 而且搭配这个饭呢最好吃这个汤不要倒掉 我们我都习惯把它拌饭 真的啊这个汤可以拌饭 对 主厨是客家所以他很节省 你看这个肉质非常的Q 哦好鲜嫩哦 来我请你尝看看 来 我没有骗你而且很好吃 所以说不要放盐巴 我们吃它的盐味就可以了 非常鲜嫩 对 而且很像 还有一种那种甜甜的感觉 然后散在那个肉质里头 对 相信小朋友跟大人都会非常喜欢 对会喜欢 而且重点是像我这种 不太会做菜的人 我都已经会了 很简单吧 对真的很简单 好提供您简单的一个这个 处理这个过年剩菜剩饭的料理方式 希望您赶快学会了 先把镜头时间还给彭内主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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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